今天我们是在华盛顿的华人大会上 为大家访问到的江明涛博士 他自己是从山东的医学院毕业 那么医学的背景来到威斯康斯州 做成了一个就是生农 种花旗生 那么他今天也是我们这个大会的组织者 和主要的支持者之一 你在做这样一个大会的时候 其实你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 投入大量的热情 为什么呢 我们新一代华人吧 we are 就是享受着各种 civil rights或者是民权 我们也非常感激 那么同时在目前这个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像赛瑞晨 习晓星啊 都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 第一 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第二 让我们这个走向主流社会 让我们的生意 被他们听到 你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觉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中美贸易战现在对我们两边的 尤其是在这个商业的发展的这些人来说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美之争吧 应该说是过去四十年 美国在中国现代化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美国的这个外交层面吧 他们感到全球化 是中国赚了太大的便宜 所以他们后悔了 那么在这个大环境下就影响到政治 所以中美在 是不是美国是不是愿意跟中国平起平坐的问题 那么因此这种战略竞争 给我们社区带了很多这个负面影响 从这个科学家各个方面的这个调查 到这个起诉 无辜起诉很多人 所以对我们是一种 是一种威胁 那么你觉得在这个时候 在美国的华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就是要这个 要走势于我们社区 与主流社会多打一些交道 让大家了解我们 另外要学熟悉 了解美国法律 这样就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个误会 我们作为社区 或者比方UCA 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 当然两年前成立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就希望叫鼓励大家 这个团结起来 为我们社区 或者为美国更美好而奋斗 你作为一个这个business people 你觉得说走进社区 这个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社区是什么 这个社区有两个意思 第一是我们自己社区 对吧 我们华人一般的比较松散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 能够团结起来 集体发声 对我们关系 我们社区重大 就这么重大利益的时候 可以同一发出一个声音来 当然这个声音 可以是左 可以是右 可以是中间 但是我们必须发声 让美国公众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不用做哑意 所以这是很重要 就是哑巴意是吧 对 就是哑巴的意思 我们这个 应该说传统上 我们社区忍耐性很强 但是在美国 这种多民主社会 多民主的社会 我们需要在桌上发言 你觉得现在我们需要 最需要发出的是 什么样的声音呢 我们现在是 事实上是应该一步步的走 我们可以用小步走 那么加州这边 这个政治方面 比较活跃 在其他这个社区 或其他州 相对比较弱一点 我们第一步要走出去 要参加公选 对吧 参加这个学校 社区 这个 甚至小区的管理 出现 展现一个公民的责任 这是小的 从小做起 从我做起 才能做到大一点的事情 所以先掌握这个话语去 然后了解你社区的需要 能够去这个讲出来 在主流里面 是吧 我们就学习管理美国社区 我们自己是美国社区一部分 不能把隔绝 其他社区 其他这个民族的人 你希望 你看像这次华人大会 我觉得做得蛮成功的 你希望在五年到十年的这个时间里 你看到的社区是什么样子的 我昨天在大会说 我说我们这类华人 新华人 至少是二三十年 有二三十万人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 非常专业的教育 我们这代人 要不在一起做件事情的话 对不起 我们修铁路的那个先辈 也是 如果我们做不到二十年 二十年 不能团结起来 为社区的利益 我们是有愧的 希望我们将会愧赔历史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 做些事情 不愧赔历史 不愧赔自己 是 好 谢谢您 谢谢 谢谢